每次讲到中国留言区就特别沸腾 因为有些人真的有中国人来 我看到有中国人来 然后有些人真的是把自己视为中国人的 所以把中国的利益凌驾于马来西亚利益之上 这点是不对的 你可以维护中国的利益 没问题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喜欢的国家 你喜欢中国 你维护中国的利益 你希望中国强大 没有问题 它是我们文化上的根 所以绝对没问题 但是当中国的利益跟马来西亚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维护的只能也必然只可以是马来西亚的利益 而不是中国的利益 这点非常的重要 这点一定要看清楚 我希望我是土著 你要做土著也很容易 去取马来同胞就可以了 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 像Serva Dynamic的老板 我真的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华裔穆斯林 真的不能确定 但是网络上很多证明证据是 可是他是拿到土著身份的 他也曾经被颁发为土著成功商人 所以有人讲你跟你信回教 你只有你的孩子才能成为马来人 才会被视为土著 这点是不正确的 因为根据宪法 没有讲这一代下一代 政府是怎样 我们的宪法是怎样定义土著 怎样定义马来人的 就是你讲马来文 你信奉伊斯兰教 然后你用马来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你就是马来人了 所以马来民族在宪法的定义之下 是很广的 是很广的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很黑的马来人 其实他们是印度人 因为这个关系 他成为了土著 所以华人也是一样 Serva Dynamic的老板 之前我们有讲过 Serva动力的老板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所以你要成为土著 其实是可以的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而已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而已 陈竹英 应该就是那位女艺人吧 我忘记她的名字了 但是至少她敢做敢当 但是后来有人揭发 她剪的是假的那张 她真的那张并没有剪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要大家进一步 进一步 去找这个新闻了 因为我过后有看到说 她只是演戏罢了 其实她没有放弃中国 台湾公民的身份 因为台湾公民真的 如果你在自由的国度生活过 你在中国 你去旅行短时间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你常住在那边 我告诉你 你绝对无法接受 事事都要少年 都要操控 你去哪里 都有东西在监督着你 这样子的生活 你是接受不到的 所以可以去生活一下 很多没有知识的人 像今天有一位读友 发给我说洪律师 有人叫你去多读点书 才来讲政治 他不知道你读了多少书 我说 讲话都不用本了 像有人跟我说什么 你懂吗 洪律师 你没有去过中国 就不要乱讲 我告诉你 我去过中国 而且不止去过一次 去过很多次 而且我去过中国 接近50个城市 听清楚 50个城市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 绝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 都没有我去过 这么多中国的城市 你看他们讲都不用讲 都不用本了 就随便乱讲 我是真的去过中国 我在中国的农村 住过没有屋顶的 见到一半的农村 当时真的 我们旅行遇到一个大哥 赵大哥 他就说 我们是在 我记得我之前讲过 在丽江遇到的 然后他就讲 他的家在石家庄 石家庄的农村 石家庄去开车 大概一两个小时 他说如果你有来石家庄 可以来我家住 感受一下农村的生活 我跟我太太 那时是女朋友 两个人 其实我们本来 没有安排去石家庄 可是因为我们 同一团 大概两天的时间 然后觉得这大叔 人很好 所以就跟着他去了 没有跟着他去 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行程走 去到北京的时候 我们转了大半个中国 去到北京的时候 特地从北京去石家庄 然后他到了石家庄的 高铁站 火车站 他派人来 他不是派人 他租了一辆车 跟他的兄弟 借了一辆车 来载我们 去他家住 住了两晚 这个我之前讲过 这是我其中一个 最难忘的经历 我其实一直都有 跟他保持联络 后来我的电话换了 我忘记我的QQ密码 中国多数都用QQ 大多数人都用QQ 其实微信 在中国的普及度 没有QQ高 我忘了我的QQ号码 结果就永远都 联系不上他们了 所以这个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说你来马来西亚 赵大哥来我家住 有机会你来玩 住我家 我帮你安排 但是中国 他也有跟我说 这个就是我讲的 自由跟不自由 我这一部分可以剪进去 前面一部分 自由跟不自由的 你知道中国你要申请护照 是有很多关卡要过的 有些省份 比较内陆的省份 你要申请护照 是很困难的 中国的护照 是哪里一个机构发的 你知道吗 来 独有 独有 我问你们这个问题 中国的护照 是哪里一个机构发的 很多人会觉得是移民厅 是外交部 对不对 移民厅或外交部 因为这两个是广国际关系的 对不对 马来西亚是移民厅发的 加巴达 Immigration 大家有做过护照都懂 那在中国是什么部门发的 大家不知道答案 对不对 公安部 中国公安部 公安部就是警察局 护照是警察局发的 然后是他们会做你身家调查 你有没有 以前 现在应该更严厉 以前有一段时间放松 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很严厉的 有一些省份 你要出去是完全不能的 像你是维吾尔人 你是申请不到护照的 我有几个维吾尔的朋友在那边 他们很想来马来西亚 因为他们想来一个穆斯林多数的国家 来感受一下这样子的生活 他华语讲得很好 他不说他是维吾尔人 我都看不出 可是维吾尔人要做护照是做不到的 然后维吾尔人 你知道在中国 你去网吧 上网 你去住酒店 全部要身份证登记的 如果你两个人去开房 两个人的身份证都要有带 所以你看中国的梗 笑话 他们的梗是 你有带身份证吗 其实就是今晚我们要开房的意思 这是一个暗示 在马来西亚 我可以开房给别人 别人可以开房给我 然后我 一个人可以开时间房给十个人住 在中国是不可以的 谁住这间房 谁的身份证就要登记在系统 而这个系统是跟公安局联系的 是跟公安局连在一起的 这个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我去中国游屋旅行的时候 我有在公安部里面做工的朋友 他们跟我讲的 所以三星级以下的酒店 三星级以下的酒店 外国人是不能住的 不能住不是法律规定 是因为三星级以下的酒店 他们没有那个系统 他要买那个系统 这个系统要跟公安局连线 他登记不了你的护照 他没有登记护照的系统 通常只有三星级以上的酒店才有 我去中国被包旅行的时候 很多他偷偷给我们住 就没有登记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很危险的 如果发生火灾 他都不知道我们死在里面 其实因为我们没有登记 他们的系统是跟公安局联系的 所以这一段 我们闲聊的这一段 应该也聊了五六分钟 小片J可以剪出来 D有在的话也提醒一下小片J Cloud飞云也可以剪出来 就当是谈一下中国的建文 中国的现况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大家要明白 不要讲空话 没有去过中国不代表不能批评中国 我们可以从书上认识中国 从报道上认识中国 当然你说要亲自去看过会更好 我确实是亲自去看过的 疫情前不久 2019年我还带了我爸爸去福建 去厦门 本来如果没有 我每一两年都会去一次中国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中国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历史 去看它的历史 去看它的建筑物 每两年我都一定会去的 但是 所以我说 如果你爱中国 你喜欢中国 你会想要中国 活在自由之下 不要一党专政 共产党可以 选举啊 多党制民主啊 你不要说中国人都是笨的 中国人都是笨的 中国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有选举了 有几千万人投票了 去看一下历史 所以这个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希望大家可以get out 不要给情意解 这些 你爱中国 就像我讲的 你爱马来西亚 你就不希望巫统指正 你不希望巫统极端 你不希望回教党极端 同样的你爱中国 你就应该让中国摆脱专制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点 好 我现在聊天也聊了蛮长一段时间 我们有中国朋友 来中国朋友发个嗨 不管你是来骂我的 还是 不管你是来骂我 还是来支持我的 都发个嗨 我们确实有几个中国朋友 有一个是自由记者 他在中国 真的每天都过着心心胆战 他跟我聊天 只用messenger 只用whatsapp 不可以用微信 会被监控 他都跟我讲 如果我几个月没有回复你 那我很可能就是被抓了 自由记者 就是他们是自由的撞稿人 然后把里面中国的事情写了 给外国的报章 或者是给香港的报章 来报找这样子 所以中国的朋友 发个嗨 不管你支持我 还是不支持我 都是一样的 我绝对欢迎你们来听 14亿人如何搞投票 印度也是14亿人 13亿多人都可以搞了 很多人说 印度搞了一团招 你去看一下印度的国力 印度所在国际社会上 有的影响力 印度是因为它的种性制度 导致它的文盲 导致它的知识普及度不高 但是印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印度民主所带来的成就是很明显的 所以不要一偏盖全 以点看面 看到印度有很贫穷的地方 很落后的地方 就认为这个是民主的后果 恰恰相反 如果没有民主 现在的印度还在跟你搞种性社会 你不是搞种性的 你永远都是努力 真正是因为民主制度 才让印度从种性制度那边解放开来 当然种性制度没有了 但是他们的影响还在 就像中国已经没有皇帝了 但是很多人还希望有皇帝 还把领导人当皇帝 是一样的道理 那个制度不见了 但是那个制度的影响力还在 这就是我要讲的 好 一亿宏大讲的 对我在中国留学五年了 所以有一说一 我真的是有一说一 有读有讲 红律师你不怕你 你讲了你不能再去中国吗 不能去就不要去了 我们有一说一 我是真的真心为中国好 希望中国好 才讲这样子的话 我很喜欢中国 我在中国背包旅行 我们每一两年都会去 我真心希望中国好 我家中国的历史书 来过我家看的人都知道 中国人来看了都自探废儒 我有很多中国的老板朋友 他们都讲 红律师你对中国的知识 老实讲我惭愧 所以就这样子了 这个一个小讲题 讲了十分钟 讲一下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的现状之后可以剪出来 那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